5月14日,据韩国媒体报道,李胜利在中央地方法院结束居前审问后,双手被捆绑走出法院。 法院将在后两日决定是否将其逮捕。 此前胜利涉嫌中介性交易、挪用公款、违反食品卫生法、嫖娼等四项罪名。 同时,据可靠消息称,今天的庭审将决定李胜利是否会被拘留。 早前将在14日晚间决定,晚一些在15号也会宣布。 也就是说,24小时之内胜利是否被拘留将迎来最终定夺。 这24小时对胜利来说也是十分的关键了。 非凡娱乐时事报道。